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这番骑是6月1号进行的LG杯的比赛 由黑方朴丁环对战白方江东润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骑新小木,白骑二连心 之后都是常规的下法,双方各自点三三 然后白骑跳 这里黑骑定型的方式也非常多 实战黑骑冲完之后斑 那这个局部白骑就可以暂时脱先了 以后黑骑断了,白骑就吃了 接下来白骑挂脚,黑骑夹击 不过夹击的距离比较远 所以说白骑可以拆而安定 那黑骑把脚空围住 然后白骑再往上贴住 这里我们之前说到如果说黑骑断的话 那白骑就直接提掉 这样白骑是完全不怕的 因为脚上补一手就可以做活 以后上方还有这个二路打拔 吃掉这颗子之后黑骑也会变薄 至于外面这一块 黑骑扳头的话 白骑双一个也能逃跑 所以说白骑完全可战 实战黑骑逼住 想在这里做根据地 那白骑跳出 之后黑骑往脚上长 那白骑现在就不可能再连回这两颗子吧 这两颗子就比较轻 如果说再沾的话 那黑骑往上拆边 白骑肯定不划算 所以说白骑跳一个 想要把黑骑右边封锁 黑骑跳出 不过这个地方显然是白骑的步调更快一些 所以说白骑震过来的话也完全可以 黑骑跑 白骑就封锁 虽然说肯定是杀不了黑骑 因为黑骑在右边这里的眼位非常丰富 但是黑骑往外扩大眼位的时候 肯定会把白骑撞后 那这样白骑中间多了这一串 以后战斗的话就非常有帮助 实战白骑往上飞 这里白骑还是看中上方的潜力 但是落了一个后手 因为黑骑脚上不用补 黑骑跑出右边这一块 白骑右下还要继续逃跑 那这样的话 右边的战斗暂时告一段落 接下来黑骑回到左上方掏空 这里白骑无非也就是往哪边搬的问题 如果说往脚上搬 黑骑就长 白骑看中脚空的话 可以选择瞻或者说二路利 那黑骑就往边上拆边 看中外面的发展 想把这里走后 那白骑就压一个 黑骑可以再往前拆边 不过我们注意到 之前白骑在右上角选择四路飞 那很显然是想发展上方的潜力 所以说实战白骑的思路也是非常连贯 搬在外面 然后在右边围空 把这里的缺口包扎住 这样的话 黑骑脚上后手做活 白骑继续飞压扩张这里的潜力 黑骑下的也是非常直接 就把白骑分段 形成作战 白骑跳一个黑骑长 之后白骑挡住 补掉这里的冲段 同时黑骑脚上还要继续做活 黑骑二路半战 那白骑这里肯定要补 先虎一个 把这里走后 接下来黑骑的思路 大致有两种 一个是逃跑左边这两颗旗筋 还有就是破坏白骑上方的空 如果说黑骑往这掏空的话 那首先左边这两颗子 会被白骑分段 而且黑骑也不太敢继续再掏空 不然的话 外面容易被白骑封住 然后右边这块鞋也会受到影响 那黑骑就被缠绕攻击 所以说黑骑还是先跑出骑筋 白骑脚上班 一路长 这个都是白骑的权利 那接下来就看白骑往哪边补了 左边这块骑没有完全活 如果说白骑补一手的话 也并不是很好 因为如果说往前跳一个 首先这里的根据地还漏着风 然后上方这里的空 就不太好围住了 黑骑可以先碰一个 再往这大飞 白骑如果说这样跟着围的话 就比较委屈了 以后黑骑再飞一个 上方还有跨段 白骑再补的话 以后右上角这里 收关的时候还有一些搜刮 那白骑获得的目数就非常有限 以后黑骑往中间走一手 左右两块骨骑全部连成一片 还可以发展中间的潜力 这样白骑的步调不好 所以说实战白骑补在上面 那黑骑碰一个 想在这里直接定型 白骑连搬 黑骑沾 这里白骑是比较薄的 就看在哪边补齐了 如果说沾在这的话 中间这里是个软头 被黑骑搬住 白骑肯定不满意 那黑骑就联络了 所以说白骑挺头 先把黑骑分段 之后黑骑往上搬 这里白骑补的话 长一个也可以 实战沾也行 黑骑如果长 白骑跳一个联络 接下来黑骑再往左边 小飞 白骑大跳 之后黑骑最好的选择 就是往三路爬 看上去在旁边 唯控 这个木树并不是很多 但是破坏了白骑的根据地 这样白骑连成一串 效率也比较低 黑骑可以再把上方这块跑出来 这样的话白骑左边没有眼位 肯定要跟下方这三颗子联络 不过一手骑也不太好连得回去 比方说飞的话 以后这里还有这个冲断的问题 跳的话还是有冲断 所以说黑骑正下要比实战好 实战贴住白骑跳一个 那黑骑上面这块就要出头了 实战黑骑先往前压一个 看白骑怎么补 白骑如果说长 那黑骑还可以先在左边破野 然后再逃跑上方这一块 这样黑骑的木树便宜 所以说实战白骑往三路小间 先把这块骑安定 黑骑再往前长一个 那接下来白骑就要补掉这个冲断 白骑可以选择小间 不过走到这儿也是封不住黑骑的 黑骑往中间跳一个 再长穿向眼 还是可以往外突围 实战白骑粘 这个骑形更加扎实 黑骑贴住 白骑往前跳 那这个地方如果说黑骑 还是要挖粘的话 就比较危险了 白骑刚好一手骑飞在这儿 把黑骑全部闷进去 所以说黑骑还是先出头 白骑跳一个 把黑骑左右两边分段 其实这个时候黑骑还是稍显被动 毕竟两块骑都不活 接下来黑骑点刺 白骑粘 黑骑往上靠住 这里是希望白骑挖断 然后黑骑顺势打持 粘上 把这里的眼形走好 白骑先往上虎一个 然后再挖断 爬的话黑骑虎在这儿 那木树先手便宜 所以说白骑挖斩 黑骑斩 接下来白骑再往上方补 那黑骑现在这块骑 暂时不用担心了 攻击白骑 左下这三颗子 不过虽然说 黑骑活骑没有问题 但是白骑往这儿 飞 黑骑也是很难受 只有继续坐眼 苦活 而且想往外逃跑的话 这个地方已经跑不掉了 黑骑坐眼 白骑挤完之后再飞风 而且如果说 让白骑中间多了一些子 直接就会影响到黑骑右边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骑干脆就直接做活 白骑往下方 扳完之后再一呼 不过想杀白骑 左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首先如果说黑骑飞 缩小眼位 那白骑小尖 一路搬先手 然后再往这儿靠牙 白骑外面还可以出头 而且以后实在不行 白骑往这儿团住坐眼 也可以活骑 实战黑骑一路打破眼 白骑往中间长 黑骑坐活 白骑再往这儿一呼 白骑的思路就是 外面被黑骑封住无所谓 因为脚上这里 白骑可以撑这个结 所以说在外面这几手骑的交换 白骑都是比较便宜了 不但是把这块骑走后 而且白骑中间还有潜力 最为关键的是 黑骑右边这块 现在不知不觉 就被白骑封锁了 所以说现在黑骑的负担很重 首先右边要确保活骑 脚上这里 还要能杀白骑 而且现在黑骑外面的包围圈 也并不厚 黑骑很难下 而且这个地方明显有打持 如果说黑骑贴住补齐的话 那白骑下方的眼位会好很多 所以说黑骑往三路小间 这个地方 黑骑的思路就是 如果说白骑断打 那黑骑反打完之后长 还是可以把白骑闷住 实战白骑撑这个结 然后在上方找结材 这个地方白骑也是非常愉快 就当做是收关了 黑骑要做活 提过来 黑骑只能先沾 这个结对于黑骑来说太重了 然后白骑贴住 连回这颗子 这样的话 黑骑必须得补了 再不走的话 被白骑打持穿出来 黑骑就要被 直接打散了 所以说黑骑虎一个补断 白骑外面再打这一下 黑骑也是非常痛苦 这里白骑走得越后 对于黑骑右边来说 就愈发的危险 因为黑骑就跑不掉 之后白骑再往这一点 这个骑主要是一方面 破坏黑骑的根据地 还有就是外面 随时可以把黑骑封锁 就算里面走成一个收器吃 那白骑的损失 也就比较有限了 接下来 黑骑往右入小间 白骑拐住 黑骑踢结 之后白骑往右边刺一个 破坏黑骑的眼位 这个地方 黑骑真的是非常头疼 补的话 也补不好 因为黑骑就算沾 补一手还是不活 白骑踢结 黑骑右边如果说 还是想要做活 还要再补一手 那左边又会出现问题 这里白骑有跨断 断打在这里的话 白骑可以吃在这 还是形成解针 打持在左边的话 白骑再往旁边反打 那黑骑上方这一串 又面临被白骑分段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骑已经不太好 继续补了 实战黑骑先跳出来 把白骑分段 那黑骑不补的话 白骑完全可以直接 使出右边的杀招 往二路点破眼 黑骑最多也就是 在这继续撑一个结 那这样下 黑骑肯定是要崩溃了 左下方这里 还没有完全吃住 这里又形成一个结针 黑骑肯定是不行 那实战白骑踢结 黑骑往这靠住 补掉旁边这个跨断 白骑在下方冲断 黑骑打持贴住 先把这两颗子吃通 然后白骑在右边动手 冲完之后往二路点 黑骑也只有先扩大眼位 白骑直接扳断 这里黑骑如果说反扳的话 白骑又断吃这颗子 然后提掉 右边白骑活了 黑骑右边这块非常薄 只能像这样腾罗 这样黑骑也不太能连得回去 以后还有各种跨断的问题 实战黑骑往中间刺一个 白骑冲 黑骑再往这大跳 白骑往下方切断 那白骑下方这两颗子 现在也起到作用了 紧住了黑骑气 那黑骑只能先补 白骑再往旁边封锁 这样的话 黑骑整个右边这块 就全部被封进去了 只能想办法原地做活 黑骑先靠住扩大眼位 白骑顶住 黑骑再往右边冲 这里如果说黑骑直接挡住的话 也活不了 因为白骑往这点刺 黑骑没有办法作业 拐住的话 白骑就断吃下方这颗子 彻底切断黑骑的连络 这样的话黑骑还是不行 实战黑骑往右边冲 白骑虎一个 缩小眼位 黑骑斑 白骑断打黑骑长 之后白骑冲 黑骑断 瞄着上方这个打持 所以说白骑沾上 黑骑再连回下方这颗子 这样的话 黑骑稍微看到一些希望 首先白骑要后手联络 然后白骑下方这四颗子 很有可能会被黑骑分段 形成对杀 但是这个地方黑骑弃紧 如果说黑骑先往上拐住 打持白骑沾的话 黑骑虎一个补骑 白骑冲完之后 因为这里有一个打持戒不归 所以说黑骑要先打 补掉这里的问题 右边这边还有断点 黑骑要沾 那白骑就直接冲一个收器 这样黑骑中间这一块 跟白骑对杀肯定是气不够 实战黑骑直接打 白骑如果说走得稳妥一些 也可以沾 沾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转换 这样黑骑右边沾 白骑吃通这颗骑筋 黑骑右边这块全死 不过黑骑在脚上 稍微增加了一些目数 但是这个转换 黑骑也是亏大了 全盘的控黑骑也不够 这个是白骑比较简明的下法 实战白骑下的更狠 直接从外面打持 把黑骑全部包进来 那这样的话还是要杀气 黑骑打持完之后连回 白骑断打黑骑沾 最终走到白骑贴住 收器的时候黑骑就认输了 因为这个地方 不仅是黑骑气紧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后续的变化 如果说黑骑继续冲一个 白骑首先可以挖断 紧出黑骑气 黑骑如果说沾上的话 那白骑下方还可以冲断 这里黑骑长白骑沾 黑骑已经挡不住了 这里挡住的话白骑有断 打持的话脚上还有断打 沾的话还可以再吃这两克子 那如果说黑骑往这 唬一个白骑就断 继续收器 跟刚才也差不多 冲下来 黑骑长白骑沾 黑骑也挡不住 这样形成对杀 黑骑肯定是气不够了 好那这番骑也是相当精彩 就给骑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的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骑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